女官已经是属于打开掌头 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座大墓竟然是赵匡印子孙赵伯云的墓葬 那么这座宋朝皇族的墓葬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里面究竟又会出现哪些珍贵文物呢 2016年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羽头乡前桥村 村民杨年志像往常一样 前往施工现场指挥工作 因为他要在这里为父亲建一座房子 没想到的是挖掘机刚刚下产 就突然挖到了一大块红色石头 毫无头绪的他连忙打电话向哥哥求助 哥哥在听完他的描述后 并判断此物很可能是个棺木 于是便让弟弟赶紧打电话报警 因为万一被别人发现 很可能会遭遇不测 里面的文物说不定都会被盗走 而当地的派出所在得知后 也赶紧联系了当地的黄岩博物馆 并让他们派出一对考古专业人士前往探查 CG由福一南带领团队火速赶往了现场 并对墓葬的周围进行了详细的探查 这座大墓位于长潭水库的西侧 四周都有大量的植被覆盖 看起来似乎是一块风水宝地 随后工作人员便开始对墓室的表面 进行简单的清理和测量 得知此墓长约三米宽四米 表面的条石基本上都是暗红色的 看起来确实非同一番 做完基本检测后 专家便开始对墓室的周围进行试探性发掘 没多久就有了新的发现 就在墓室的左侧 一座残破的棺木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专家猜测 这很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但可惜的是 女官早年已经遭到了盗墓贼的破坏 棺木已经破碎不堪 能从上面探知的信息少之又少 但专家们还是对女官进行了简单的清理 最后也仅仅只发现了几根人骨 可就在挖掘机抬起棺木的那刻 一块完好无损的墓志暴露在人们面前 上面很可能记载着关于这座墓室的信息 经过仔细的清理后得知 此女官的主人为李氏 死于南宋庆元元年 以195年 从上面的名文来看 上面的字迹可能是她的丈夫亲手刻下的 而此墓志的署名赵博云三个字 却让专家们陷入了沉思 李氏天竟想不起来此人的来历 但还没等专家们理清思绪 一个不速之客的来临 直接让挖掘现场暂时挺功 浙江裔乡村挖出诡异宏观 其墓主身份震惊众人 可当专家们准备挖掘时 墓主后人却拿出千年祖谱 阻止挖掘 那么这座古墓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 墓主的身份又将从何而来 在考古专家们准备对血红棺木 进行深入探究时 一名男子的出现 直接叫停了工作现场 只见他手拿大罗的祖谱文献 并告知工作人员 这是自家的祖坟 不允许挖掘 这就是我们西桥造子动部 5月1号晚上 有人在前脚 他们趴上一个微信在上面传 他发现谁家的祖坟挖出来之后 是这个样子的 5月3号上午我就带着这个家谱到那里去 在我们家谱上面也是写了 但工作人员也耐心地告知他 已经遗存地下800年历史的古墓 是属于国家的遗产 不能由自身家族决定此墓 而且如果他们不进行挖掘研究 很可能就会被盗墓贼盗走 到那时候可谓是得不偿失了 但赵文喜还是一时间无法接受 毕竟这可是自家的祖坟并不是小事情 而工作人员也表示十分理解他的苦恼 但考古工作也不能就此结束 只能慢慢地与赵文喜商量 并告知他目前古墓的相关规定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解 他终于是松了口 现场的清理工作也能够继续开展 但赵伯云三个字却一直在专家心中盘旋 这究竟是哪位人物呢 这时专家联盟叫住了尚未走远的赵文喜 因为他的祖谱很有可能记载着 关于赵伯云的信息 随即他们便开始对赵家祖谱进行梳理 果然在上面发现了不少的信息 通过记载得知赵伯云竟是赵匡印的第七代孙 是宋代开国皇帝的宗亲后世 这样尊贵的身份不免让在场人员感到震惊 而这也让考古工作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因为这可能是浙江省内发现的古墓中 唯一保存完整的南宋墓葬 经过现场对棺木的勘查 当即他们就决定开始赵伯云墓穴 就进行保护性发掘工作 并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 并对墓室表面进行了详细的测量以及绘制 一切准备完毕的众人终于进入了挖掘工作 先是用挖掘机将上面的十条一一拆解 全部拆解完成后 准备开始将棺木用吊车吊起的时候 专家郑嘉丽却提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要求 不仅让工作人员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并还要让他们在完好无损的棺木上打孔 这样众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的解释却是 那个时候我们想到江南的地方 地下水位很高 你表面上看这个棺木 是密皮箱很好保存完好的 但是也有可能地下水是已经渗入进去了 过去800年了 实际上那些衣物可能是比较 都已经发生一点变化 你如果棺木如果带着水去运输的话 然后在那个路上如果一颠簸一晃荡 一晃荡 那里面可能就就有可能会会瞬间的挖进 就会浇成一锅汤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个时候我就坚决要求在棺木底下要钻孔 要把这个水放掉 听完他解释的众人立马找来了电钻进行打孔 但第一个孔打完以后几乎没有大量的地下水流出 甚至是涓涓细流 但在开关的那一刻他才得知 原来自己棺木的木炭上 但考虑到里面确实存在地下水 专家们便换了个位置打了第二个孔 结果刚打通 那个水几乎是喷涌而出 完全不像第一个那样 而这次的放水一下子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基本上可以说整个棺木里全部都是地下水 但这也意味着里面的文物以及木主的尸体 已经不知道被这些地下水捕食到哪种程度了 来不及考虑这些的工作人员 赶紧开始了对棺木的起跳工作 顺利的将棺木运回了黄岩博物馆 那么里面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珍贵物品呢 浙江京县宋太祖子孙木 但在挖掘过程中却惨遭阻拦 有人怒吼这是我家祖坟 可专家却直言道所有古墓归国家所有 等到工作人员顺利将棺木送到博物馆后 已是深夜 距离开孔的时间越来越长 为了避免棺内文物在接触空气后 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工作人员立即决定开启棺木 擦干净表面的尘体之后 一具十分鲜红的棺木展现在人的面前 让在场的众人连连惊叹不已 皇族的墓葬果然名不虚传 外围都能做到如此高贵 里面的文物想必更是珍贵无比 但还没等专家从兴奋的氛围中抽离出来 一个全新的难题接踵而来 原来这个棺木竟然是一个毫无缝隙的棺木 他这个棺木是棺盖盖上去以后才修起的 才整体修起的 所以在棺木这个表面是 看不到这个借口是在哪里的 一瞬间让众人都无从下手 突然有一位自称见过这种结构棺木的专家 站了出来 并开始对棺木的四周进行仔细的观察 忽然一块微微凹陷的漆皮表面 吸引了他的注意 凑近才发现这就是人们在找的契合点 为了不破坏棺木的整体结构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沿着缝隙 在四周嵌入了一片小小的薄片 将棺盖和棺体进行分离 但就在工作人员抬起的那一刻 意外再次来袭 尽管使尽全力都无法将棺盖顺利地脱离 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 棺盖上面沾黏着棺内的丝棉被 如果强行进行拆敌 极大可能会破坏织物的完整度 于是中人便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经过对粘连物的精准分析后 专家们便使用轻便的小铲 将上方的织物与棺盖分离 成功地打开了这神秘的棺木 棺内的一切都完好无损 尸体上的衣物也十分的整齐 身体附近有许多的织物摆放 盈历了800年的沉淀能保存的如此完整 可谓是不多见的存在 也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但作为尊贵的皇室贵族 陪葬品难道只有这些织物吗 未免有些太过寒酸 随后专家将最上方的丝棉被移取出来后 一具完整的尸骨展现在人们面前 经过测量 尸体总长170厘米 身上有多层的丝织物 但由于存放时间过长 牧主的头骨已经与身体脱离 这样工作人员不得不先将头骨取福 但在拿起的那一刻 工作人员们却发现了其他的物品 是两块配饰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玉佩上面的俄丝带 竟没有一丝腐蚀的痕迹 都保存得十分完好 经过仔细的清理过后 配饰的全貌也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更值得人们注意的 还是牧主棺内的那些织物 经过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提取清理 一共清理出二十多件丝制物 以及铜镜相合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物出土 那么为什么赵伯云的墓葬 如此寒酸呢 生物还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随葬品是什么 就生前用生 他就在生 尤其像一些大学文家 赵伯云就是这样子 赵伯云他除了身上的一身衣物 还有随身的一个两个挂件 这两个挂件是直接对应 他生前的这个身份的 他个人有一个文人的完好的 多余之物一点都没有 主子家里讲得很清楚 你以为些些名气随随着很多 这个叫多余之物 不用也罢 最后经过长时间的应干修复 顺利的将这些珍贵物品 摆放在中国丝绸服饰的展厅中 供全世界人们观赏赞扬 同时也让我们亲眼目睹了 南宋时期的死制品文化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